我跟你說他這種誤會 我突然他剛剛講這個 我突然想起來最近 就是最近的事情有一個誤會這樣 因為我最近就跟一個曖昧對象 前陣子啦 前幾個月 跟一個曖昧對象曖昧的時候 那時候很流行一個小遊戲 然後那個app小遊戲就是 你可以創建一個自己的房間 擺自己喜歡的家具 然後你只要加好友 他就可以看到彼此的房間 那曖昧最適合玩這種 因為你可以去他的房間貼便利貼 對 你去打刺 你吃飽了嗎 然後怎麼樣關心他 然後我們兩個就是 跟那個曖昧對象就是 玩得滿開心的時候 因為那時遊戲很紅 然後他就問我說 你怎麼玩那個的 然後我就加他 然後教他怎麼玩 然後有一天我曖昧對象 突然傳LINE給我說 那個Hong是誰 我想說Hong誰啊 我就想起來是他的遊戲的帳號 我就說是我一個朋友 然後曖昧對象說是喔 我說怎麼了 他說沒事啊 就消失耶 我就想不透什麼為什麼 我就打開那個遊戲一看 哇 看到那個吐血 誰啊 因為我一個可愛的小房間 有我自己的風格 兩面牆就這樣子嘛 貼滿了便利貼這樣子 全部貼滿滿的 然後都是他貼的 所以我的曖昧對象 沒有辦法貼之外 你隨便點開了來就說 要一起洗澡嗎 五六十大都知道我便利貼 你會透了耶 然後我就那個給你設定 可以把他那些便利全部清空這樣子 沒有 然後我就 快點打字給我那個曖昧對象 他說 那個是我一個直男朋友啦 那搞笑而已 他說就好玩喔 是喔 然後就 就消失了嗎 就結束了 這道公式 就結束了 沒有 因為我 我試著想要解釋 可是我沒有辦法說是他啊 因為必須那種偶像劇男主角 大家跟一個路人講 他也不懂你們什麼關係 就很莫名其妙 所以你很無聊 你可以直接跟我講 難怪說我那一陣子 就是玩那個遊戲 去貼滿那些便利貼的時候 他那一陣子他不跟我聯絡耶 你不開心你就可以講說 我有個曖昧對象 你不要再這樣貼了 所以他不講 換組聊了 你們的故事 你們就是感情不好啦 很幼稚 感情不幼稚 所以你們兩個應該是真友誼吧 應該是吧 我剛剛我其實我跟以路 還在聊說 我們到底第一次是怎麼認識 變好的 我真的想不起來耶 然後咧 這是 你問我 我哪知道 不是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我很想追溯我們的友誼 大概多久 怎麼來的 所以關於你們兩個的故事 你完全不記得 我記得 重要事項記得 只是原本 人生大件事我都在好不好 我每一件大事他都在 對啊 然後我有跟他 剛才跟他回溯說 我那時候住民水路的 然後我什麼時候 他自己也一半都忘掉 你們在什麼抓的 要不要講故事 那我一直不斷地形容自己 有多新意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要開始講我們有多好 是不是 瓜固人 你怎麼會接我 已經半小時了 你問我就是要講故事嗎 對我做過一個最意氣的事情 因為那個時候 我賣掉我自己的潮牌的時候 那個是我人生最失憶的時候 我又得了憂鬱症 然後有焦慮 然後我又覺得我人生很失敗 我覺得我在演藝圈 沒有什麼太大的作品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我的負面情緒 已經無法待在台灣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跟我媽講 我要去 隨便找一個地方 然後我想要 就是我想要就是 長期住在那邊 然後後來我最後選了上海 我就去了上海 然後就大概住了快一年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我也沒接任何工作 我也不是很有錢 可是我就覺得說 我就是不想要再碰 沒辦法走出去 我真的沒辦法走出去 那你在上海在幹嘛 每天 就是關在房間裡面 我沒有找任何朋友 一年完全沒找 完全沒有 妳就關在房間 我就關在房間 妳今天有先去看醫生嗎 我有看醫生 但醫生就有判斷 我有吃藥 我有帶藥 然後反正後來 我就是不想去面對這件事情 然後我媽就很擔心 然後她後來就 妳媽一定嚇死了 嚇死了 然後她就 就當然 我們還是會傳簡訊嘛 然後她那個時候就傳簡訊說 寶貝妳好嗎 我說就這樣啊 然後她就說 那我去找妳 我說不要吧 我說妳也沒有賺很多錢 妳來會很花錢 她說沒關係啦 反正我沒事 然後她就來我 就突然來找我 就 妳說一年之後 她飛去把妳帶走 對 她把我帶回來 就覺得她到底在那幹嘛 因為我一開始以為 她是不是在那邊 上海工作 是不是因為她潮牌賣掉 因為她有說 她想要再做一個新的品牌 然後我就覺得她 我以為她在上海 可能那時候 因為上海有工廠有什麼 我想說 會不會她是在那邊 想要重新做 就發現 好像也沒有 那台灣的錄影要找她 她也不回來 然後她就覺得好奇怪 很少會做這種 可是妳們都知道 她那時候憂鬱症的是嗎 我不知道 我是後來才知道的 她沒有講 那我就覺得 為什麼我們這幾個朋友 就覺得 她為什麼不回來 是在那邊發生什麼事了嗎 我說那我還是要去看一下好了吧 我說要不然這樣太怪了吧 然後我就約吃中餐 然後吃中餐 但是她就坐著 她也沒有問 她是不會問的朋友 她是不是就可以坐著 可能就是會聊 我說好久沒有來了耶 這裡變好多 她就是可以聊其他的事情 廢話 但她都不會問我說 你為什麼不回來 你發生了什麼事 你為什麼怎麼怎麼 她就說 那你應該回來時間差不多了耶 還是你要自己再 再花一點點時間 我說差不多 我可以跟你一起回去 然後我就回來了 開導成功耶 她沒有開導 她就是陪我 就是陪伴 她就是中美式的 跟你聊一些那個家常話 然後我回來之後 就說我會想你耶 對 然後我回來 你不能要我們一直飛過來吧 對 她說真的 而且重點上很可憐 她就說 我沒有那麼多錢 這樣一直飛耶 對 我不是商務人士 對 然後她就說 那你回來 然後你就回來 然後回來的時候 我整理好心情 我才告訴她 我發生了什麼事 算是救了你嗎 我覺得就是 把你從泥嫂中拉出來 對 我覺得好朋友是這樣子 你不一定要每天黏在一塊 可是就是生命中 就總有那幾個 你在她心中的位置 我曾經 我有一次 反正我也是那個時候很難過 還失戀還幹嘛 你是不是現在很懊惱 跟妳講了那麼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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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你應該幾百四個家 聽完這個感人能過 我們會上錯單元 我們等一下跟製作單元 沒關係 妳們剛剛有想到的話 讓妳們補啦 沒有 然後那個時候我 應該是說 我什麼大事 小事 她都有經歷過 然後還有一次 就是有一次我那時候 也是跟一個暧昧對象 然後那個暧昧對象 喜歡噴火辣妹的那一種 然後那時候我就問她說 她跟GG 我就說 怎麼辦 怎麼辦啊 妳問她跟誰 GG 妳問她跟誰 我沒有人啊 我那時候其實還滿女人的耶 妳不要看GG這樣 只有很多戰袍好不好 她做活動也很多緊身的東西 我知道她有緊身 但她就整個人 她很男人味十足啊 沒有 她都很男人味 因為她如果開始想要把 妳真的沒看過她另外那個樣子 妳說騷擾 騷擾 她很OK的 所以她教妳什麼 然後後來我就說怎麼辦 從選衣服就開始先選了 就是很像那種電影有沒有 就是一個邋遢的女生 就開始被他們改造 然後回來就是糗到一個炸掉 怎麼樣 因為我不會踩高跟鞋 我踩到窟窿飛出去 摔到一個水坑裡面 反而那邊一半臉就是糊掉了 然後就都是臭水溝的味道 重點是最扯的一件事情 我擺蜜一書對不對 我裙子翻起來 妳們穿安全褲 我的內褲極醜 妳要穿日本的內褲來了 我穿了一個 圖色還是什麼的 反正就是一個類似 類似像小外巾的那種 反正就是不是雷絲編的那種 那男的就說 柔妳還好嗎 柔 我就這樣 妳沒有跟我講話 妳先等我一下 然後我就這樣 一直遮遮遮 我就看到一台艦車過來 就馬上懶了就跳上艦車 然後懶了就說 我就直接坐到她家 然後我們兩個還心裡來 她很期待 她說 我說柔要回來 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 她說她現在立刻要來 來找我們這樣 然後就叮咚叮咚一開門 一拉開來就 這剛剛是被妳發生什麼事嗎 妳衣服本來好好的 然後頭髮也這樣 我說她對妳怎麼了嗎 還是怎樣 都慌了這樣 她不是好人嗎 她說不是 剛剛一切都很完美 最後要結尾離開的時候 我一甩頭 然後就踩到窟窿飛出去 我就掉到水溝裡面去 然後她就在我家大哭 我說進來... 然後叫酒...買酒這樣哭 怎麼會這樣 沒有下次的約會了 可是那男的也 真的就消失了嗎 然後那男的就後來 傳了第一個簡訊說 你的內褲好...好虎通 好尷尬喔 超上到 還是說她想要讓妳放鬆 我也覺得 她想消滅這個尷尬 可是她不知道我 她根本不知道我這個人 天秤座的建議 我很建議整個形象 整個包裝 我真的覺得就是一個完美結尾了 結果她記得妳最可以的人 那個醜內褲 她還把她挑出來講 對 她還真的想說 妳的內褲真的很普通 然後我的什麼 然後我看到我就哭更慘 我哭到真的整個睫毛 整個就...這樣子 我這輩子只有她跟GG看過我這樣子 妳們現在講完之後 妳們的故事 對啊 怎麼突然覺得 講不下去了啦 妳們是不是其實不熟啊 韓竹跟Peggy 妳們只是要來 我們也只是在 沒有通告的 對 千姊們 千老抱了 可是妳們什麼時候認識的啊 去年吧 去年 才認識一年 妳們現在出售一間公司 沒有 出售一間公司啦 對 是不是套磚 因為我們時間也不多 我先讓妳們兩邊 都各講一個感人的故事 我看誰是真的 感人的故事喔 購藝系啦 購藝系 還要這麼強 什麼感人的故事 不是 真的嗎 真的嗎 其實 那個 那一個 就是妳們來這樣 現在在串通嗎 好討論 好 韓竹啦 妳們怎麼樣 對 妳們先 來 今天主題是 出生入死嘛 是不是 出生 好 我們去埃及 出生入死 然後呢 四月的時候 今年四月的時候 是Peggy揪了一團去埃及 然後我也就挺她 就去了 然後呢 我覺得她那時候 讓我做了一件 她做了一件讓我滿感動的事情是 有一天晚上 我真的太熱了 我自己偷跑出來買飲料 就穿著那個假腳拖 結果我走路走路的時候 就踢到了石頭 然後當然就很痛嘛 那但是妳通常痛的時候 妳就好好地繼續往前走 但我發現不對 我怎麼越走腳越濕 然後我低頭一看 我發現 我們那隻 右腳的大拇指的指甲 已經血流到我整個那個 假腳拖上是水水的 很痛 水水的 妳真的指甲已經在飄了嗎 我不敢看 我其實妳知道 當妳發現很痛的時候 其實妳已經不敢看了 我就立刻打給那個導遊 來救我 我在某個石頭旁邊 她就摔在那個樓梯的最下面 對 然後她剛好人在導遊旁邊 其實說真的 因為導遊可能會有一點 急救措施 所以導遊就過來 然後看到我的指甲在那邊 半晃不晃了 她也嚇死了 而且那時候跟埃及人她們 還說 阿可 阿可 我就像消毒 結果那個埃及員工 居然先拿乾洗手給我 我這個她說裡面有75%有酒精 我如果再加薄荷進去 我還得了 我在裡面變酷刑了 妳知道嗎 所以其實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幫我 然後也沒有藥 也沒有什麼初衛 什麼都沒有 最後呢 是她自己跟著走過來 她蹲下來 她幫我把我的那個 血肉模糊的腳給包紮起來 妳知道我覺得這就是 那個時候我是先跟 就是溝通了一番 因為他們其實英文沒有很好 然後就溝通了一陣子說 我一定要 她一直塞什麼香水給我 塞什麼乾洗手給我 她說這些 所以她的腳很臭嗎 她都說有 每一碗就有最臭 要先噴槍槍才能救 然後她的腳太髒了 要先消毒 對啦 妳就 沒有 有沒有可能講故事啊 她以前真的很在乎腳臭的耶 不是 跟腳的衛生 不是已經教妳講故事嗎 口條 不是已經教妳很久了嗎 不要哭 我說我要酒精 可是她就一直說 我們這邊有酒精的東西 就這些 然後我就拜託她 我說這樣一直流 妳真的有噴槍槍水上去嗎 沒有 我就說不行 都不行 我就一直拒絕她 然後我就看她那個雪 這樣流到已經到處都是 就很可怕 然後她就已經快 但她很勇敢 有點快哭 但她沒有哭 然後我想說這一定要包紮 因為不然明天我們行程 是一整天 就是走那個 要去沙漠 沙漠 然後那個沙子要進去 那還得了 對 所以我就拜託她 我就是一直跟她溝通很久 說妳一定要去買給我 我說妳一定要騎車出去 還幹嘛 就是要買給我什麼沙包 什麼什麼 最後她真的買了一些比較 真的很基本的東西回來 真的像是要的東西 對 然後我才開始就是 點酒啊 什麼什麼才開始包 可是其實我非常怕那個 指甲翻的事情 我自己也不敢 妳手是不是都軟掉了 對 我其實當下是發麻的 因為那個雪 然後還有那個指甲是 就是會 我怕它會動 然後我就還要去壓它 然後去包 我就其實那時候 但是我又很怕它很痛 然後我就想到明天的行程 它如果一個人落單 會很可憐 然後又很難過 我就想說一定要包好 這樣 所以妳現在腳好了嗎 好啊... 指甲黏回去了 就是趕快就是想辦法 把它夾壓 讓它盡量的黏回去 所以妳就一直把它包著嘛 對... 然後回台灣之後 它就黏住了 對 然後就一直找 反正想辦法找包袋 或膠袋纏起來 讓它盡量黏回去 但我覺得能夠為 其實每個女生都很怕 看血肉魔果的畫面 能夠這樣子展現媽媽力 我也是真的覺得 很想原地認乾媽這樣子 好 這個故事還不錯 輸了吧 來 我們來一看 這三個好朋友耶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